欢迎收看我的YouTube 猜猜看我现在在哪里 哒哒 嘿嘿 这次带了它 DJI最新的 DJI Mini 3 Pro 是mini系列里面 第一个有Pro制的无人机 外形不同了 依然超小 一个放进我的bag 也不会中 而且小是小 供的那些全部是很齐全的 可是你想要玩Drone 可是你又不要买大大色的那种 OK 我们现在去 放飞机吧 飞路 沙地可以飞哦 应该是可以啊 OK啦 来了啦 OK 来了 Connect了Connect了 OK 现在是我们的view 是向着前面的 我退后一点点 它准备要起飞了 Woo 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 去吧 Pikachu I choose you Woo 这些就是我在Diaman 用无人机拍下来的画面 还没好灵嘞 你看吓到那个猫了 那个猫被我吓走 哈哈哈 Diaman的画面就是很漂亮嘞 机身更漂亮 然后现在给你们看看DJI Mini 3 Pro的外形 跟Flymore Combo里面到底有什么 所以如果你们有看过上一代Mini 2的话啦 你就会发现这一代跟上一代的设计上面有少少不同了 比如说它两边这边变瘦了 然后机翼也做了不同的一个层边设计 重点是头部 这个里面的三轴云台镜头变成了一个不同的设计 跟Osmo Pocket更加像了有没有 细心注意的话呢 云台的活动范围变广了 尤其是从D往上的视角 拍出来的东西感觉更不一样 比如低潮的角度哦 就可以拍到广阔的天空了咯 噔噔 遥控器 各位观众 有screen的controller 这个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大的升级 你就完全不用connect手机 就是说你现在只需要带着一个controller加一个飞机 你就可以直接开始飞了 而且它的screen是不小的 目测啦我觉得只有5.5寸到6寸 还要大过一台iPhone 至于Flymore Combo意思就是它的accessories 这个就是一个黑色的bag 然后里面是很多compartment的 但里面有一个三合一的充电器 两个extra battery cable 还有很多extra的机翼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DJI 3 Pro有什么特别还有新功能 第一个controller就是它的重量跟大小 它依然是DJI里面最轻的无人机 有多轻 叹叹 张大个字写在那边 249g Ultra Light 一台手机戴上一个厚一点的手机壳 差不多一样重 而且这么轻哦 在大多数的国家飞是不需要注册的 yay 大小的话一个手掌遮得完诶 如果我把它折起来的话 折起来了之后controller都搭过它 第二可以飞多久 现阶段的无人机如果可以连续飞30分钟 其实已经算很劲了 Mi2的话我记得它是续航31分钟 那来到Mini 3 Pro它是可以连续飞34分钟 而且不只哦它们出了一个叫做Battery Plus的东西 就是特大电池 就是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特大买这个Battery Plus哦 它的续航是可以飞到47分钟的 航拍这件事情哦 则是如果你是新手小白的话 你飞上去只是单单调个角度 调个曝光 你就10多20分钟没有了 然后你没有电 你就要下来了 第三有screen的controller 这个真的是我刚才讲过了 有screen真的是太太太太好了 不再需要用手机connect 可以直接在这边看到 screen size很大 touchscreen呢用起来更赢了 第四依然有三轴稳定云台 没错它依然可以拍到很稳的航拍画面 看稳嘞 不同的是哦它现在upgrade了 变成可以旋转了各位 也就是说角度变化更大 它可以拍摄打直的video了 就像这样 可以更好的拍到直屏高楼大厦 瀑布等等这种避世感 拍了之后 摄取IG飞送那些也很适合 毕竟现在就是直屏的时代嘛 第五升级的图船系统 OK 什么是图船呢 简单来讲就是它可以决定 你可以飞多远跟飞多稳 这样好的图船呢 就是你可以飞到几公里外 都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画面 这样普通的图船呢 就可能那个飞机刚刚飞过头顶的时候 那画面已经开始KickKick的了 那第一代的DJI MINI用的是WIFI图船 就是普通的图船 虽然讲是可以飞4KM啦 但是WIFI是很不稳定的 飞没几下就开始断图船 像我这种新手 一看到画面卡下卡下就开始LOD了 就很担心 是不是飞机飞太远 是不是信号收不到 是不是飞机失事了 真的是很怕的 而到了MINI 2就开始有了 Occusing 2.0图船技术 表现已经足够好了的 但是到了MINI 3 Pro 肯定就是继续升级啦 就算机小小还是直接用上了旗舰机载的Occusing 3.0图船技术 可以飞到最远12KM 很高情 大大减少Loss signal 就算在复杂地形飞也没有问题 最重要是安心里踏实啊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们在飞之前研究一下地面的环境啦 尽量找最高点来飞 第六可以拍到4K 60fps了 上一代MINI 2的时候也是可以拍4K 但是它只可以拍到30fps 这样有了60fps的加值 后期Editing哦 你就可以做玩Slow-Mo玩更多东西哦 而且MINI 3 Pro也支持Dual RAW格式的照片拍摄 相机硬件配置了1U1.3 CMOS传感器 F1.7光圈 4800像素输出 比上一代是升级了很多啦 F1.7光圈也代表在晚上拍摄可以吸更多光 出来照片会更亮的 而且这次我还特别配备了双原生ISO 很谓双叻 就是每个像素可以透过两套光电路来同时输出信息 简单来讲就是拍出来的HDR效果更好 白天的时候光影细节更丰富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好 你们看画面咯 第七新加入的避障系统 如果你们记得MINI 2的话 它是没有避障系统啦 所以当时候如果飞过树啊 飞过线柱的时候 是要担心它可能会撞到的 升级到了 APAS 4.0 大部分飞机哦 在水平方向上可以覆盖50-60度 可是MINI 3 Pro可以做到105度 而且前镜头和下镜头的105度刚刚好可以衔接到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都很完整的视野 所以避障和规划路线也是有进步的 MINI 3 Pro的抗风努力也是有提升了的啦 从原本8.5秒速提升到能看10.5秒速的风速 除了可以让你更好的操控 也可以提升拍照质量 我曾经就去过朗高尉出海的时候玩航拍哦 结果就因为风太大 结果 飞机没有事只是拍到半时了 但是 当我拍这段爱琴海的画面的时候 起飞没多久很明显可以看到飞机直接返航回家 原因就是因为太大风了 可能海面太大风 也可能这一台只是一个mini系列 虽然抗风能力增加了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比得上旗舰系列 So 总结来说 MINI 3 Pro已经算是一台近乎完美的新手无人机了 它该有的功能全部补上 避障 抗风 Occusing 3.0 高清涂船 长续航 而且还要是这么小耶 如果你没有追求到很极致的无人机体验的话 这一台DJI MINI 3 Pro已经足够满足各位新手们了 那我最满意的当然就是这个有screen的controller啦 最重要的价钱方面 DJI MINI 3 Pro一共有两个版本 一个就是我这个用controller操控的 DJI MINI 3 Pro RC 4199 一个就是普通用回手机操控的 DJI MINI 3 Pro SINGLE 3399 两个版本价钱都不同 如果要另外一家Flymore Kit就是accessories啦 价钱也不同 还有加刚才我讲Extra 3 大 battery的套组 也是不同价钱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想这个影片记得点赞 关系还有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